很多这样的朋友 他们老家是南方的 到冬天的时候过节了 他在北京工作 他不想回去 把电话从南方接来 所以这些年 有一个现象 大家就会发现 在南方有一伙北方人发财了 我有个初中同学 干这个就发财了 他们一伙人干嘛 在上海杭州 专门给那高档小区做地热 就地暖 他们承泡这个工程 结果发现那边的有钱人 冬天人也愿意暖暖活活的 所以花点钱不在乎 他们就很快在前几年 就挣了大钱了 就说明在南方 这种供暖有非常现实的需求 有的人说 那何必那样 屋里开空调不一样吗 这个可能您没有这个感觉 空调是靠什么制暖的 空调主要是制冷的 它吹暖风的原理 是靠空气强对流实现的 这一强对流 屋里湿度原来挺高 一下子就变干 南方人本来适应这个湿度 突然间变干 你就发现 只要用空调的方间 空气特别不舒服 你就觉得干掉命 而且这空调一吹风 它带走了体表一些温度 让人体感觉一点都不舒适 所以用空调来采暖的话 是不得一而为之 你至于其他像电暖气什么的 那个东西太小 解决不了太大问题 所以这些年你看 不少南方的地区的朋友 采用 或者太阳能 或者是自己家烧锅炉 或者直接分户采暖 或者是也小区里采取 小规模的进入控暖 反正什么样的 使什么样招都有 就是现在南方的冬天 比过去难挨了 现在人的生活水平也提上来 也不愿遭这罪 那么我说的事 有的朋友可能觉得 可是啊 这个好像北方就集中供暖 政府也可以补贴 南方就没有 这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呢 而且哪能供暖 哪不能供暖 那个分界线在哪呢 秦岭淮河横贯我国东西 年年两千多公里 五十多年前 它为何成为了我国集中供暖的分界线 在这个摄氏五度以下的渐渐 达到九十天以下 这个地方就被控管了 按地理界线设定集中供暖区 湖南部北的中间地带 面对寒潮来袭 他们又该怎样过冬 像广东广西 最冷的天也用不着控制暖系 那没有问题 关键是跟着秦岭淮河一线 贴着的这些地区 探寻南方公暖之路 本期老良观世界 南方公暖还有几道坎 正在播出 这个事咱们得从钢建国的时候开始说 钢建国的时候咱们学习苏联老大哥 从体制到各个层面 包括公暖 苏联那边制定一个什么标准呢 说什么地区说是可以公暖的 就是它每年 在这个摄氏五度以下的天气 达到九十天以上 这个地方就可以共暖了 当然前苏联绝大部分地区都符合这个标准 你按这个标准倒行 中国这个整个地区 非常 我们也是能南北方 很跨亚热带 温带 什么北温带 很多地方 而且钢建国说咱们的能源资源有限 你要说全国一到冬天一冷就共暖 弄不起 那么以哪为分界线划分呢 按照这个五度九十天这个标准呢 有个县城的分界线 是秦岭淮河线 我一说秦岭淮河线 咱们很多朋友想起来了 说出动地理 说反复提这个秦岭淮河线 因为秦岭淮河线 是中国最重要一条地理分界线 就我们严格说 中国南北方怎么分 南方就是秦岭淮河以南 北方就秦岭淮河以北 咱们说居生之淮南则为居 生之淮北则为之 这道理就是因为在淮水的南北 这就是秦岭淮河一趟线 而且秦岭淮河线的地理意义 应该说远远超出我刚才说这些 它是好多天然地理分界线的 一个重要坐标 咱们下面看一段短片 你看看秦岭淮河线 有多少项意义 自国以来 因秦岭淮河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 以及因此带来的气候变化 人文景观 生活习俗等方面的不同 秦岭淮河被称为我国南北方的分界线 人们习惯上秦岭淮河以南 为我国南方 以北则为我国北方 从气候上讲 秦岭淮河线以北 一月平均气温在零度以下 分界线以南 一月平均气温在零度以上 北方年降水量在八百毫米以下 南方降水量在八百毫米以上 北方温度带属暖温带 南方温度带属亚热带 北方属半湿润地区 南方属湿润地区 在河流水文特征上 秦岭淮河以北水量小 汛期短 寒沙量大 有结冰期 秦岭淮河以南则相反 它水量大 汛期长 寒沙量小 无结冰期 在自然植物类型上 秦岭淮河以北为温带落叶阔叶林 秦岭淮河以南为亚热带长绿阔叶林 而在农业生产上 秦岭淮河以北的耕作制度为两年三熟或一年一熟 耕地以汉地为主 主要农作物以小麦 玉米 棉花 花生为主 秦岭淮河以南的耕作制度为一年两熟到三熟 耕地以水田为主 主要农作物以水稻 小麦 棉花 油菜为主 当然了咱们说到供短的 秦岭淮河以北就集中供短 强制供短 秦岭淮河以南就不供短 有人说在当家这怎么办呢 这个秦岭淮河以线 是应该从海滨那到江苏淮河南夕阳陕西安康 长的是一千公里 中间这宽度十几公里 这个宽度以内的地区 当时把它划成可供可不供 这趟线是1908年的地理学家张向文提出来的 咱们见过之后就用秦岭淮河线作为供暖的自然分界线 但是这样一来 对于像南方 纯粹南方 我们说像海南 像广东广西 最冷的天也用不着供应暖气 那没有问题 关键是跟着秦岭淮河一线贴着的 这些地区 有时候就出现问题了 我们这个地方 地区苏北 我刚刚讲就是说 南方那家讲是我们是北方 北方讲是我们是南方 所以我本来不为这一块 北方人到我们那家感觉非常冷 南方人到那家也冷 为什么北方人家近五里有集中共产 南方那家跟我们不用说 我们这就不信 你看啊 徐州 徐州从地理位置上讲是可供可不供的地方 可是问题是呢 徐州啊 往北是平原 北边冷空气下了徐州没值没党 所以徐州冬天经常很冷 再你再看河南信仰 本来河南信仰呢是横跨淮河 但问题是75%的信仰市民呢 是在淮河以南中 所以这个信仰就被化成了什么呢 不供暖的地方 而在这个淮河以北呢 挨着的这个像筑马店呢 这些地方 它就供暖 尤其是呢 在这一下沿线的这些大城市 你像武汉呢 像杭州啊 包括河培甚至上海 这些年来这个天气变化不定 由于什么河尔尼诺线线等等 有的时候非常冷 2008年我们都知道 雨雪冰冻灾害的时候 都达到了零下89度 上海要到零度的时候 我说了 那感觉跟北京零下七八度差不多 也是非常非常冷的 我是2008年元旦的时候到上海 赶上大冲降温 哎呦那屋里把我冻的 在上海就感冒了 就那边一旦又冷下来 温度是相当低的 而且更主要的呢 我们供暖与否呢 是人对温度的感觉 你比如咱们屋里边 假如说18度 我到这个23度之间呢 年轻人觉得没啥 还挺好的 可是有些老年人受不了了 老年人可能就得买个暖宝啊 用个热水袋啊 把这个电路子加热啊 就这个时候对于老年人来讲 就应该供暖了 对年轻人来说可以 所以就是供暖与否啊 关键看人对温度的感觉 而不是看说地理位置你在哪 有暖气才买这个房子啊 对 还是很看重的 因为就是觉得这个年龄比较大了嘛 以后在家这个待的时间比较长 你就是要是冬天还是比较难过的 就是徐州这个地区 如果要是没有暖气的话 冬天是屋里和外边的温度几乎差不多 你看现在温度 这个已经很烫了的 你别看它 已经很烫了 但是我们家里的温度 零上5度 比起机中控暖来说 18度正负啊 所以这几年呢 有人就提出来 南方尤其是靠近秦领怀河 一下子 应该国家给予集中控暖 因为过去我们集中控暖是强制性的 国家给补贴 这些年呢 个人交财暖费 但是政府补贴依然不小 那么同时呢 也有的这个气象专家和这个环保专家提出来啊 就说你现在南方这么能 个人在这儿能 还不如集中控暖呢 你这么能更加耗费能源 因为啥 一家单整这个东西呢 容易带来环境污染 也用带来能源消耗 你要集中 那可能这问题就解决了 那么到底是不是南方集中控暖 既能解决问题 又能节能环保呢 这个可不一定